沒有啊,我沒有說過 現在開始的星雲,我有時會用一些我日常生活看到的景物 如果我覺得很有趣,就會放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會做一些比較個人的交流,我覺得這個超好笑 因為我們通常會說面積不雅,但這個簡直是面少不雅 我那時候看見都笑了出來 好啦,那先喝一口水 好,那伴隨著天平座滿月 在農曆的三月中一直到三月尾 各位上星或者是太陽 摩蕎座香港人又叫山陽座的朋友 你們的自身運勢會怎樣呢? OK,那頭痕呢?為了什麼頭痕呢? 不過,這樣說,真正是頭痕 我未必會說你會很麻煩 但在某些方面,你會收到很多的雜音 很多不同的消息,很多不同的資訊 就令到你不知是誰好 我們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好,那主要看你們的守護星 你們的守護星,圖星 現在就去到水平座一度 前後就被冥木火夾著包丑 好,那他在先天白宮的公位 但是在你們後天的義宮公位 好,那同時呢 這裏的能量呢 其實不是說這裏的能量 只是看你的能量 好,那抱歉 抱歉 抱歉 吐星呢 合了另一個空星 那就是火星 都是水平座 但是同時呢 就三分 在雙子 因為也是風星星座的金星 金星 記住金 還說有一遍 先天白宮 後天義宮 金星 所以是說什麼呢? 說錢 為了錢去投行 如果不說錢,那是為甚麼去投行呢? 為你們怎樣去享受,怎樣去娛樂,去玩些甚麼去投行 有甚麼那麼投行呢? 左一句右一句,公說公有你婆,說婆有你那些朋友 如果是為了錢的話,例如爸爸叫你這樣去投資 媽媽叫你不要這樣去投資,或者有兩個經紀 一個就說買我這份計劃好,那個就說買她那份計劃好 如果是關於去玩的話,或者是關於身體的享受 身體的放鬆,一些養生保健 可能這個時候就有些人跟你說,喂,吃蟲草好 另外那些人就說,喂,當然不要吃蟲草啦 我們要吃那些,我不知道,那些甚麼,淘膠好 我們要說是這樣的 但是呢,這個世界,我不知道以前有沒有讀Econ 回考時代,各位有沒有讀經濟 說我們人是有無限的想法 但是我們只有無限的資源 所以,當然,如果你是李嘉誠的話 你當然是甚麼都買了 但是你不是李嘉誠 那你就在這裡左右做人眼了 究竟我聽誰好呢 是的,那這件事忽然令我想起一個 以前聽過的語言故事 有沒有聽過父子騎爐 是的,那有兩父子 有一天就帶著一隻爐 是的,那牛也好,爐也好 那儘管叫他做Donkey,爐仔 是的,OK 那爸爸就在那兒走,那兒子就騎著一隻爐仔 是的,那走走走走 接著有些人見到就說 嘩,你這個五翼仔這麼不孝順的 自己坐得那麼舒服 接著呢,就叫他爸爸走得那麼辛苦 那他們倆聽到呢 那爸爸就跟兒子調換了位置 那有一陣子又有人就見到 就說,嘩,你這個爸爸 都不愛愛自己的兒子的 是的,刺老賣老的 OK,那他們倆都聽到 那算了,那不如兩個一起站吧 接著又再走走 接著有一些外戶動物協會的那些人就說 即是外戶動物的人就說 嘩,你們倆一起騎著一隻爐仔 想收買爐命 那他們倆就覺得,嘩,怎麼辦 那他們倆就算了 兩個都落地和一隻爐一起走 那又過了一陣子,又聽到 那些人說,嘩,你們倆都很笨的 有爐都不騎 那怎麼辦呢 那最後,他們就變成了他們一齊搬一隻爐仔 他們倆一起抬著一隻爐仔 那即是超級白癡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們有一個這樣的狀況 其實,你們是否自己爭不定主意呢 是否真的一定要聽別人去說才行呢 自己有時去做一下,決定得不可以呢 是的,OK 那因為我見到真的很多外面的雜音 很多的這些很紛亂的資訊 其實是會令到你們很頭昏老丈的 不過,好了 我都可以告訴你 其實呢 有一些人你們是信得過 你是可以聽他的建議 是的,甚至你是應該要主動找這些人 問他拿建議的 是的,問誰呢 好,買個關子 那要怎樣才可以打破這個關子呢 兩步的 那第一呢,就是去Like這條片 是的,還有IG很簡單的 IG隨便按個Like就可以了 那但是,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呢 我就希望你是可以按那個心心 是的,因為我喜歡看心心 就多過看那個手指公讚好 是的,還有紅色旺蛾 Anyways,OK 是的,第一就是去Like 是的,還有Facebook的Like要特別一點的 要深深的 第二呢,就是去comment那裡公開問我 啊,究竟我應該聽從什麼人的建議呢 然後第三步呢,我就會去PM你這個大貴人 是的,還有這個大貴人是非常之precise的 是的,我不是很空泛 哦,男人,我女人 不是,我是說的會非常之精準的 那所以,如果你做足這兩步的話呢 你得到的答案是 即是你會覺得是值得的 是的,你值得擁有 是的 還啦